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收看我们没有罗蜜猫 今天呢我就要来试喝影片 上一次呢我去泰国一日游手就专门就是去那边的711来找一些零食来吃 这样子去走走一下 然后就顺便进了那个刚地的711来买一些零食还有饮料来试吃 那么今天呢就要来试喝他们的泰国的饮料 就是这些饮料今天就要来试喝饮料 第一罐要开始的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不是泰国的饮料 这只是在马来西亚买的野水的饮料 因为我没有喝过野水 所以我要确定一下马来西亚的野水是什么味道先 那么我才来尝试泰国的野水 可能是比较一下这有什么差别 先来试喝马来西亚版的 我要先试喝马来西亚版的 我才能大概说一下这泰国版的野水 就来先试喝这个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个马来西亚版的那个野水 根本就像药水很奇怪的味道 它虽然有一点那些QQ果啊 四方形的QQ果在里面 这个野水不好喝 它尝试制作那个野水的味道 它有点接近真实的野水那种带有一点酸酸那种酸味 带有一点那种野水味 可是喝了过后那这个口感很奇怪 又有点很重的药水味 酷的不好喝 这个真的是很难喝 那么现在就来尝试这个泰国版的野水 Eath 100% Coconut Water 这个野水的味道很特殊 这个野水的味道很特殊 它喝了过后它口感是有点像是那个野饼 在马来西亚里面有吃过那种白色的野饼啊 它有参到一点那种野饼的味道耶 它的口感是过后是有点像那个马来西亚有一种椰饼 我会放照片在这边 如果你们有吃过这个椰饼的话可以去炒来吃 它的味道就是这样子 就感觉到那个椰饼变成的饮料这样子 它一开始喝下去的时候是有点像野水 可是喝过后的口感呢 就好像很重的椰饼味 是的 我很肯定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那个椰饼味道变成的饮料 你第一口喝的时候是像野水 就像真正的野水 可是喝了过后就有点像那种 马来西亚的一种野饼产品 喝完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有点色色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喝这个泰国的豆奶 所以没有 那这个包装我是看了还蛮可爱 所以我就买了下来 那么这个是应该是黑豆奶 这个是白所以我买来试喝看 就先试喝这个 嗯 这个好喝 如果你不喜欢喝甜的人 你可以尝试这个 这个是完全不甜 是完全都是豆奶的香味 有点感觉像是豆腐花的那种味道 淡淡就完全不甜 如果说你不喜欢喝甜的话 我推荐你喝这个 这个豆奶蛮不错的 很香 这个豆奶很香 因为马来西亚一些比较普遍的豆奶 是有一点甜的 这个呢是少糖 很少很少 我喝不到有甜的味道 完全是豆奶香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黑色的豆奶吧 应该是black soy 黑豆奶 这个很香耶 这个黑色的很香耶 这个是很清淡的 这个是完全很香耶 这个很好喝耶 它的味道真的是有够重 很特殊耶 那个味道 这个味道有点像是 马来西亚有一种豆奶饮料 叫V soy 我没有记错 V soy 而且是要生青色的 生青色的那个包装 那个罐装的 有机会的话你们 可以去买来喝 它的味道真的是很接近那个 这个是比较少甜 V soy 是会甜一点 这个是比较少甜 这个真的很香 有一点很少许的焦糖味道 然后又加那个豆奶 有机会你们要买这个 我不懂它 上面这个字像图 应该是叫black的 这两个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真的是蛮不错的 接下来我要喝一个凉茶 我是看到这个包装霉 就买的 纯粹是因为包装霉 很容易给包装片的人 它整个包装都很美 我喝看会不会像马来西亚那种 黑色的金兆凉粉 不懂它用什么草药味 它这边写 它的那个草药的口味蛮稀释的 感觉上它好像比较淡一点 可是喝了过后 口是有那种干味 你知道吗 有一种甘甜的味道 它包装这边有一大堆草药的解释 可是都是写泰文我看不懂 完全没有喝过类似这样的凉茶 对我来说还ok 凉茶的味道比较淡 我现在发现到泰国好像都是 喝比较少汤的东西 接下来就有一个荔枝水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罐中好特别 因为它又写了什么aloe vera 所以就先试喝看 这个荔枝味真的很重 如果你很喜欢甜的话 你就要买这个 这个甜味真的有够多 就是很够味的一个饮料 我突然间觉得我喝了这个荔枝水 我觉得我突然间很励志 这个味道很够 比马来西亚荔枝水还要重 它的名字叫Sapi 这个酱多泰国饮料当中 在这边里面这个是算最甜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马来西亚荔枝水还要甜 那么这个凉茶有点淡 可是它草药味我第一次喝 我不懂它是用什么草药 那么这个呢 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 它口感有点像真正的椰水 可是后面来的味道呢 就有点像那个马来西亚一种椰饼 它有点好像沙沙的感觉 舌头有点沙沙有点椰饼的感觉 蛮特殊的这个味道 那么这个是真的很好喝 这个真的是豆奶 加它的黑豆是吗 这个真的是真的很香 那么这个呢 感觉上是很平坑的那个豆奶水 感受不到有糖分的 这个完全是豆奶香 那么这一次呢 我只买到五种饮料回来 觉得蛮好看的饮料就买回来 包装蛮好看的 如果要带酱多里面推荐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个 这个真的很好喝 马来西亚观众 如果你想喝 接近这个味道 我建议你们去找一个饮料 叫做V soy 而且是要买深情色包装的 还有一个浅情跟深情的 你可以买一个深情色的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的话点个赞 那么你喜欢我的频道影片的话 你可以订阅我 订阅过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按下那个小铃铛 下一次我上生影片的话 你可以收到粉丝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小铃铛 拜拜 我们下一个小铃铅 好 娱 priority 我可置不来 你 developing 没有酒